大家好,我是娟魔力 黄瓜是我们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蔬菜 它不仅可以凉拌或者是炒着吃 还可以当作水果来食用 那么你吃过58元一份的黄瓜吗? 今天就把我奶奶祖传秘制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让你吃上一次就忘不了它 真的是太过瘾了 今天到超市买了几根又长又短轻轻绿绿的黄瓜 我们这边的黄瓜便宜又新鲜 又粗又大才一块多一斤 首先将买回来的黄瓜放入一个大盆中 往里面加入一大勺面粉 一小勺小苏打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把黄瓜清洗干净 黄瓜的表皮不光滑、不平整、坑坑洼洼的 里面会残留很多脏东西和灰尘 所以一定要把黄瓜搓洗干净 面粉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 它可以把黄瓜表皮的脏东西吸附干净 而小苏打能够有效的去除黄瓜表面的农药残留 这样清洗过后的黄瓜大家可以放心的食用 清洗好之后控水捞出 再重新加入适量的清水把它多清洗两遍 或者是用流动的清水冲洗都可以 洗去上面的面粉和小苏打 洗干净之后控水把它捞出来 放在钉板上 再用刀去头去尾 再改刀把黄瓜切成四到五厘米的长段 再把切好的段对半切开 再一分为四 切成长条 条不用切得太粗 要不然不容易入味 黄瓜可以代替减肥餐 当水果来食用 也可以当做主食 下酒下饭都非常的不错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两小勺食用盐 再下手给它充分的抓拌均匀 使每一根黄瓜都能够均匀的裹上一层食盐 充分的抓拌均匀之后 先放一旁腌制一个小时以上 接着再准备一股去皮的生姜 先把它切成片 然后改刀切成丝 切好后装入碗中 再准备几个红线椒 切成小圈 能吃辣的朋友可以换成小米辣 切好之后和姜丝放在一起 最后再准备多一点的大蒜子 先用刀给它拍扁 拍过之后的大蒜能更好的激发出蒜香味 拍好后再把它的外衣剥掉 大蒜子既能增加菜品的香味 还能生吃对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 剥干净之后再把它剁成蒜末 剁好后和姜丝小米辣放在一起备用 接着起锅 锅中加入适量的油 让油滑一下锅 油热之后再把葱姜蒜小米辣倒入锅中 给它翻炒一下 炒出蒜香味炒出辣味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炒香以后再往里面加入大半碗的清水 接着再给它简单的调个味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白糖 一大勺生抽 几滴老抽上色 最后再加入一勺香醋或者是陈醋都可以 用铲子推动一下 开大火让它煮开 煮开之后再给它煮上两到三分钟 把所有食材的香味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时间到了之后把火关掉 让它在锅中自然放凉 这时我们的黄瓜也已经腌制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腌出了很多水分 现在可以看一下 这样腌制过后的黄瓜 非常的柔韧性 每一根都是这样的 怎么掰都掰不断 再把腌制出来的水倒掉 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黄瓜的盐分清洗干净 清洗好之后再挤干水分 光这样挤水分肯定是挤不干的 我们再准备一块干净的纱布 再把黄瓜放进纱布里面 全部放好之后再把它包起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还能挤出很多水分 黄瓜的水分挤得越干 就更容易吸收料汁的味道 它的口感也会更加的脆爽好吃 水分全部挤干之后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接着再把放凉过后的料汁倒进来 哇 现在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了 再戴上一次性手套 充分的给它抓拌均匀 使每一根黄瓜吸收料汁的味道 给它多抓拌一会儿 让黄瓜充分的入味 如果不着急吃的话 可以用保鲜膜把它密封起来 放入冰箱冷藏2-3个小时吃 效果更佳 一道简单又美味的密质黄瓜就这样做好了 把它装入碗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炎热的夏天 没胃口 来上这么一盘黄瓜 真的是开胃又解馋 清脆爽口 下酒又下饭 每一根黄瓜都是小时候奶奶的味道 超级的好吃 关键是做法还特别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好吃一做的家常菜 就要牟利天天分享 黄瓜挺大一条的 黄瓜挺大一条的 这样子 我们要再进入 这条片 我觉得 我们子这个 gamma 蜜蛜 中文字幕 李宗盛